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七月二十 號星期四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威仁 首先來關心到一個最新消息 泰國眾議院是對前進黨黨魁 皮塔的參選總理資格進行投票 結果只有三百一十二開的支持 無法達到過半數支持 確定無法絞逐總理大位 而且國會還在進行討論的同時 泰國憲法法庭就發出命令 宣布因為媒體的持股案 暫停皮塔的眾議員身份 直到判決出爐為止 帶著自清笑容走進泰國國會議場 前進黨黨魁皮塔十九號 要二度挑戰總理大位 不過都還沒投票 泰國憲法法庭就發出命令 以皮塔疑似持有媒體股份參選 暫停他的眾議員身份 直到判決出爐為止 以前進黨為首的八黨聯盟 依舊推舉皮塔二度挑戰總理 但議員們對皮塔是否能被二度 提名意見分歧 經過一整天的辯論 傍晚的投票表決結果三百一十二票 贊成三百九十四票反對 八票棄權 比十三號第一次投票的三百四十二票支持 還少 確定皮塔無法被二度提名 皮塔先前接受路透社專訪就直接批評泰國軍方任命的兩百五十席參議員 漠視人民意見 也重申不會改變修改俗稱冒犯君主罪的刑法一百一十二條 因此遭到軍方和保守勢力投票杯葛 支持者來到國會外示威 抗議皮塔的議員資格遭到暫停 有人更把辭職性丟進國會大門內 要求參議員下臺 皮塔先前就曾表示 此次如果挑戰失利 會把機會讓給魏太黨的總理候選人 魏太黨表示會和聯盟內其他政黨討論必須在國會下次開會 也就是二十七號前決定人選 魏太黨的賽塔可能是下一個熱門人選 現年六十歲的賽塔為了選總理 他四月才辭去泰國最大房產公司總裁 形象親民被看好能解決泰國經濟問題 看似為建制派可接受的替代人選 泰國軍方則考慮派出公民力量黨魁 現任副總理普拉威擔任總理候選人 不過軍方五月國會大選才剛慘敗 若再次組成政府 恐怕將再度出現大規模的示威抗議 公司新聞這位留意鄉別譯 帶你來關心到天氣 今明兩天 台灣各地還有外島 澎湖金門馬祖是多雲道行的天氣 東南部地區還有恆春半島 會有零星的短暫震雨 午後西半部地區 還有東半部的山區 會有局部短暫雷震雨 而在南部的恆春半島沿海這邊 還有澎湖也會有長浪發生的機率 接著來關心到的是 今天各地仍然是高溫炎熱的天氣 各地的高溫大約是三十二到三十五度 中午前後在高雄市這邊是橙色燈號 有連續出現三十六度高溫的機率 外出要特別的來注意 台北 台中 雲林 台南 屏東 宜蘭花 台東則是黃色燈號 再來看到的是颱風的動態 太離颱風已經減弱為低壓 對臺灣的影響變小 不過目前太平洋地區 還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是在菲律賓東南方的海面 以每小時十五公里的速度 是向北來移動 又發展為輕度颱風的趨勢 關心環天氣持續要關心的仍然是天氣 連續出現高溫 醫師警告 氣溫升高會讓血管擴張 增加心臟的負荷 尤其是三高慢性病長者 仍然是高危險群 雲林就有一位九十多歲的老翁 從日震當中到田裡工作 他熱到發暈倒在田間 幸好圓警發現緊急送醫 阿伯 叫救護車快點 叫救護車 圓警發現有人熱得發暈 躺在大樹底下 趕緊通報一一九 這起意外發生在雲林縣台西鄉 一名九十多歲老翁 日前跟家人說要到田裡除草 沒想到就此失聯 家屬報警協選後 十六號中午十二點多 終於在田間找到老翁 緊急送醫才救回一命 近來天氣連續出現高溫 醫師警告 長者是夏季 發生心肌梗塞的高危險群 因為氣溫升高 會造成體表血管擴張 使得心臟負荷增加 加上夏天流汗 身體水分蒸發 會讓血液變得濃稠 如果是從高溫的戶外 馬上進入到冷氣房 溫差變化大 很容易引發心血管疾病 一個溫差的變化 讓突然變冷 你的體表血管從擴張的狀態 突然收縮 而造成血壓上升 心跳變快 而產生心腦血管的意外 事件發生 像心肌梗塞 腦中風 都可能因為這樣而形成 未來一週的話 其實溫度變化沒有太大 那這次上各地大部分地區 大概是在三二到三六之間 根據衛福部最新死因統計 心臟疾病是國人第二號殺手 平均每二十二分鐘 就有一人死於心臟疾病 而且心肌梗塞 不是只有天冷才會發作 醫師提醒民眾 盡量避免上午十點 到下午兩點外出活動 要適當補充水分 如果出現胸悶 胸痛 心跳加速 呼吸喘等情形 就要儘快就醫 記者 王威雄 台北雲林採訪報導 雲林縣這邊的登革熱疫情 相當的嚴峻 已經有四十六例本土案例 其中四十例集中在谷坑鄉 台中市也高度警戒 因為之前新增的第二例本土案例 研判感染源就是雲林 環保局前往個案居住地 辦進兩百公尺內的範圍消毒 樓梯間煙霧瀰漫 清潮人員拿著熱物室噴槍 進到社區內仔細消毒 街道上則有水屋式消毒車 噴灑防治藥劑 台中市府十七號接獲 中央疾病管治署通知 大理一名七十多歲的男性 確診登革熱 是今年台中第二例本土案例 十九號上午環保局 隨即針對個案居住地 辦進兩百公尺內範圍清潮 根據機關署統計 今年登革熱本土病例 累積達到四百二十五例 為近十年新高 且疫情有向北擴散的趨勢 台中市衛生局表示 證明確診男性在潛伏期間 有雲林活動時 在台中除舊意外 多在居住地休養 研判感染人在雲林 雲林縣截至十八號 已累計四十六例本土登革熱 縣府強調谷坑香 並沒聞指數人偏高 民眾要特別注意 兩地衛生局都呼籲民眾 落實積水容器 尋道清刷四大原則 若被查獲容器有解決 除了現場輔導立即改善外 將依傳染病防治法 儲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還 未改善者還可暗刺處罰 記者 民放龍套 王威雄 台中雲林報導 但你來看到 今天的早餐數報 首先來看到聯合報的部分 國內養豬場數 在養量持續創新低 根據最新出爐的養豬投訴調查 截至今年五月底 國內養豬場只剩下五千八百九十三場 不但比去年同期減少 多達兩百四十場 也比去年十一月調查時 少了近百場 至於毛豬再養量 只剩下五百二十四萬兩千頭 雙雙創下史上新低 接著看到自由時報的部分 旅宿業持續喊缺工 呼籲政府要開放服務業聘僱移工 勞動部就公布 旅宿業專案媒合數據 一共推薦了一千兩百七十二名人力 不過業者只僱用八十人 勞動部重申 旅宿業缺工優先媒合國人就業的立場 呼籲業者提高薪資 放寬門檻 最後看到中國時報 存放在美國史丹佛大學 近十八年的前總統蔣介石 和蔣經國的五十一箱文件 所有權之爭 纏宋十年終於塵埃落定 位在加州盛河溪的美國區域法院 十一號確定 文件所有權將歸於台灣國使館 國使館表示已經派人到美國清典 下半年可運回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孫小雅 昨天舉行記者會 強調台灣總統大選期間 美國不會選邊站 也反對任何外部勢力的干預 另外近來AIT要在內湖擴建 引發爭議 孫小雅也首度回應表示 對於用途目前還沒有具體規劃 但希望在此社區能當個好鄰居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 計劃要在內湖區擴建 準備納入臨近約2.7公頃的土地 引起討論 更被質疑是有軍事用途或是撤僑 先前外交部舉辦說明會 在地居民表達強烈反彈 AIT處長孫小雅 19號舉行上任後的第三度記者會 首度回應表示 目前還沒有具體規劃 至於副總統賴清德即將過境美國 孫小雅表示這是一群枉力 中國不應該以此為藉口挑釁 現在適逢總統大選期間 各界也關注美國的態度 孫小雅在記者會主動強調 美國不會選邊站 也反對任何外部勢力的干預 孫小雅重申AIT的四大目標 支持台灣自我防衛能力 而台灣也是美中之間 共同討論議題的其中一個項目 但不是唯一議題 另外傳出可能會有總統蔡英文 代表台灣出席 今年由美國主辦的APEC領袖峰會 孫小雅則回應表示邀請名單 此刻還沒有確定 記者 台北報導 面對總統大選 各黨都有盤算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就拋出藍白核議題拖一兩個月 有時就會水到渠成 而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表示 有聽到賀文哲的聲音 至於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則是來到北農訪攤商 另外副總統也是民進黨總統參選人 賴清德 則是接見來臺訪問的安倍招惠 副總統賴清德 在總統府內接見日本已故前首相 安倍晉三的夫人安倍招惠 談到自己去參加安倍晉三告別式 一度與色 情緒稍作平復後 賴清德也提及期待臺日在安倍晉三的精神下 能有更深化的交流合作 總統大選各黨持續布局 林傳媒十九號發布最新民調 民進黨賴清德支持度百分之三十八點四八第一 民眾黨柯文哲百分之二十八點三四第二 國民黨侯友宜百分之二十一點二九第三 柯文哲十八號更提到藍白河議題拖一兩個月 有時就會水到渠成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只表示 聽到柯文哲的聲音了 柯文哲的聲音我聽到下架無能沒有做又貪腐的民進黨政府 這才是我們最重要的目標 侯友宜對外如何整合非律還是未知數 黨內整合也仍有挑戰 紅海創辦人郭台銘跟攤商互動還稱讚由韓國瑜擔任北農總經理時 農民收入最好 也被關切參訪北農是否就是韓國瑜牽線 郭台銘強調是來體查民意 不過傳出國民黨七月二十三號將舉行全代會 正式提名侯友宜為總統參選人 記者林志堅歐榮謝震玲台北報導 陳榮航空一名外籍機師在五月出勤前 酒測值超過零點二 當事人要求重新檢測 在連測八次後酒測值才為零 照常執勤 飛安遭到外界來質疑 強榮聲明強調機師起飛前酒測為零 才會放行 但連測多次未完全遵照標準作業程序 以進行內部檢討 桃園市即時職業工會揭露 長榮航空一名外籍機師 在五月六號直飛紐約飛往安克拉 至貨機 報導後驗出酒測值超過零點二 當事人要求再次執行酒測 連測八次之後在起飛前 最終酒測值為零 外籍機師說自己依照公司規定 沒有在執行前十二小時內飲酒 不過十四小時前有喝酒 機師公會痛批 依照長榮航空內部標準作業流程 機師直飛前 如果第一次酒測值大於零 需在十五分鐘內接受第二次酒測 如果還是超標就要立刻停止 直飛任務 還要內部開會釐清檢出原因 對於機師公會痛批 罔顧飛安 長榮航空回應 事發之後已經約談相關 當事人釐清責任 檢討作業流程 針對這名機師第一次酒測值 不是零檢出 公司當時也計畫召開人品會討論 懲處 不過當事人在人品會召開前 自請離職 長榮強調機師沒有酒駕 但多次酒測未依照標準作業流程 會進行內部檢討 前國際航空機師指出 國內各家航空公司機師報到後 都會進行酒測 標準都是直飛前零檢出 但絕對不可能容許多次檢測 報到前先會在櫃台做個 檢疫的酒測 如果說他對酒精有反應的話 我們必須用這個更進一步 先進的儀器 前機師指出過去在業界確實有外國籍機師 薪資福利較好的狀況 但是對於攸關非案的酒測 都是一視同仁 沒聽說過有差別待遇 對於這起多次執行酒測的個案 民航局也發布聲明 重申酒駕零容忍 對於長往航空外站人員未依照公司程序 進行超過兩次以上的酒測及後續處置 將依據民航法要求立即改善 記者下令間台報導 國道施工以及事故處理車輛近兩年 相關事故就增加五成 國道警察進一步的調查 發現有很多的駕駛 把輔助當成自動駕駛使用 偏偏國內目前無法可管 成為國道引擎殺手 交通部預計在一個月內 對外說明具體對策 從監視器畫面 可以清楚看到白色小轎車 在車陣中一路逆向駕駛 還沿途擦撞三臺車輛 不少庸路人見狀 趕緊往旁邊閃開 因為實在有過危險 事情發生在上週六十五號的晚間 八點多一名七十一歲的理性男子 疑似不熟路況 勿從林口A交流道 南向出口上閘道 一路逆向往北行駛約一點四公里 讓其他用路人嚇傻 現場車有量較大 無人受傷 各車駕駛人九車子均為力 除了民眾不當駕駛習慣外 近年國道施工及事故車輛 頻頻傳出遭到追撞 過去兩年相關事故就增加了五成 其中輔助駕駛車輛比率也逐年攀升 不少駕駛甚至把輔助當成自動駕駛使用 偏偏國內目前無法客觀 比較相信自己 我用的話只是打開 但是本身還是會持續盯著路況 沒那麼智能 像沒辦法辨識什麼三角錐 或什麼工作車也沒辦法辨識 就有落差 它忽略掉它是一個輔助系統 而不是一個完全的自動輔助系統 比如說我們打瞌睡 或者是說突然一個轉向的時候 沒有注意呢 那車輛可以幫我們立即的介入 一個主動安全的措施 而不是一個自動駕駛這個功能 國道警察表示使用輔助系統 所造成的意外有近九成 都是從後方追撞 根據統計 近三年已經造成八十六人死傷 造勢車裝有輔助駕駛系統 比率也逐年攀升 今年增加到六成四 成為國道隱形殺手 交通部將在一個月內 對外說明對策 另外六月三十號上路的 道交管理處罰條理 部分條文修正案 在高速公路違規回車 倒車逆向行駛行為 罰款上限有兩萬四上修為三萬六 同時扣牌六個月加重危險駕駛罰責 記者有張國良特別報導 臺北地院召開國民法官選任程序 將審理被告李家修的酒駕致死案 通知百人到庭 不過實際來了六十二人 有部分道場的素人參審意願不高 有些人還擔心 會看見刺激性的證據 臺北地院就跟臨床心理師工會合作 在宣判後協助減壓疏解情緒 法院人員提前動員陸續迎接 民眾到來參加還選 還是也可以來看看 蠻新鮮的 其實沒有很想參加 就是還是照義務來 這回換到臺北地院 有國民法官案件將進審理程序 事前通知一百零四位素人到庭 十九號來了六十二位 從中挑六人當國民法官 四位備位國民法官 跟職業法官共同審理 去年十一月發生的這起案件 對告李家修 吳兆 酒駕上路在行政院前地下道超速追撞車輛 造成前車駕駛死亡 事後一度申請拒絕國民法官參審 遭到駁回 接下來開庭期間 國民法官們在開示殘忍審刑證據的環節 能否抗出心理壓力 我是還好啦 可是以前學生時代就看過那個最後照片 所以應該可以接受 這個法律的 如果那個豬特舊 沒法徒啦 關掉的時候 那時候聞不出來 不要認真看囉 到場的素人們立場不盡相同 從新北地院出登場的國民法官來看 這星期接連兩天 審理一起家暴殺父案 有人在庭上提問內容有別職業法官 也有人語意表達不清 讓被告與證人一時無法理解問題 還有人見到命案照片 頓時眉頭一皺 本院特別組成 臨床心理師公會 國民法官心理支持小組 在本案宣判後 由臨床心理師到國民法官休息室 進行國民法官支持 檢壓團體活動 就怕國民法官心理受重疾 在宣判後 台北地院找來臨床心理師協助檢壓 如今正式臨選後 將在七月二四 二五及二七三天來審理 預計二十八號宣判 私改新制度上路 國民法官一舉一動 都備受各界矚目 記者沖網子中台北報導 花蓮縣政府地震事務所爆發性騷擾事件 一名女子測量員指控 遭到男同事長期對他肢體接觸 以及言語騷擾 承報長官後 卻遲遲沒有處理 讓他身心俱疲 出面控訴縣府官官相護 縣府表示目前已將這名男子調離原職務 並且要求上三個小時的性貧教育 為了要揭發自己在工作職場長期遭到性騷擾 花蓮地震事務所的吳小姐在縣議會民進黨團陪同下 一邊闡述過程一邊哭泣 最讓她無法接受的是 她申訴後卻遭長官職場刁難 我小姐是地震事務所約聘的測量員 她指控這兩年來不斷遭到同辦公室的一位 消息男助理 多次故意肢體騷擾 但這起性騷案直到三月份才受理 七月才成案 長達四個月的調查讓她身心俱疲 從調查到結果 歷經四個月仍然沒有做出任何的處分 這個背後不禁讓我們質疑 是不是有非常多的有利人士的介入 職務表示吳小姐的申訴對象一共有三人 除涉嫌人外還有一名男同事及單位主管 三月接獲報案後因為要收集相關證據 所以進度較慢 絕對沒有反過相互 密途議題持續 越來越多遭到性騷擾的受害人 願意站出來指控 卻要面臨更多壓力 縣府表示 目前已將相信男子調離原職務 並要求上三個小時性貧教育 當單視者無法接受 記者們在看 歡迎報導 習政院推動性貧三法修法 教育部長潘文中 針對性別平等教育法指出 修正草案正式寫入教職員不得 與學生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高中以下學生因未成年禁止師生戀 已成年的大專生 則是以雙方是否具備 權勢關係來作為判斷要件 教職員和學生發展有違專業倫理的關係 形同師生戀到底該不該全面禁止 教育部長潘文中指出 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 將以成年和未成年為分界 未成年學生全面禁止 成年以是否具有權勢關係為判斷要件 師生戀的規範從防治準則提高到法律層級 假若成年學生入學前和老師就是 親密關係又該如何界定 盤文中說將邀相關單位討論 針對行為樣派提供指引 對於實際發生的情況 這部分我們會就事實個案來做 如果有譬如是被檢舉 或有哪一方有提出來 我想就會進入到我們調查的 這個相關的程序 台北市教育局副局長陳素惠表示 有強烈文字性規範可讓老師知道 沒有任何模糊空間 不過校園內的約用人員以往沒受過正規規範 不一定清楚分寸拿捏 潘文中強調此次性貧法修法 納入軍警院校和矯正學校 若校長教職員對學生性霸凌 性侵害性騷擾 將予以課責和罰款 而調查時將以全部外聘 受專業訓練的調查員作為調查小組 紀元校會沈志明 SNG小組 新北市報導 中國外交部長秦剛從六月二十五號 後就不曾露臉 而中國外交部是宣稱 他因為健康的問題 無法出席東南亞國協會議 包括房中的美國財長葉倫 和氣象特使凱瑞等重要場合 也都不見秦剛的蹤影 外界是謠傳秦剛因為身陷 陶色風波 但更多彩測是他 捲入政治鬥爭而被消失 中國外交部在十一號的記者會表示 外交部長秦剛缺席印尼 主辦的東南亞國協的原因 秦剛國務員兼外長因身體原因 難以出席此次系列外長會 網路流傳法新社記者十四號 在記者會追問秦剛的畫面 汪文斌一度沉默 最後已已經告知相關訊息 而不再回答 十七號多家外媒 持續詢問秦剛的下落 但是外交部都沒有做出正面的回應 引發外界諸多的揣測 秦剛消失在公開的場合 已經超過三週 七月初 預計訪中的歐盟外交官員 會面的行程被取消 另外包括美國財長葉倫 氣候特使凱瑞 菲律賓前總統 杜特蒂來訪的公開場合 都見不到秦剛 他最後一次露臉 是在六月二十五號 在北京和越南外長會面 當天同時也會見了斯里蘭卡外長 以及俄羅斯副外長 從中國外交部官網點進部長專區 還看得到秦剛的照片 最後的活動訊息 也只更新到六月二十五號為止 五十七歲的秦剛 在二零二二年底升任外交部長 今年三月再兼任副總理等級的國務委員 外界形容秦剛的仕途 宛如做直升機般的順遂 秦剛突然人間蒸發 外傳他和疑似雙面間諜的鳳凰 衛視女主播傅小田發生的婚外情 但是更多的傳言 指向秦剛深陷政治紛爭 包括氣球案機密外洩 被俄羅斯情報單位掌握叛變的證據 也有謠傳他和中國外辦主任王毅不和 在政治鬥爭當中 被踢出了習近平的信任圈 秦剛被消失的傳言 在中國網路上討論得沸沸揚揚揚 中國當局並沒有寄出審查的機制 BBC引述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 副教授莊佳穎的話指出 這將加深網民對於秦剛 涉入風波的懷疑程度 讓整起事件更加的鋪瘦鳴離 公視新聞章數分編譯 美國軍方是對二等兵 金恩進入北韓來進行聯繫 不過是遭到平壤已讀不回 當時的旅遊團募集者就表示 事情發生得太快 而且混亂人就已經躍進 美國官方正在積極爬梓 金恩未來可能的命運 金恩未經許可進入北韓 也讓華府與平壤關係 帶來新的危機 目前北韓國營媒體沒有提到此事 北韓駐聯合國代表團 對相關提問義無回應 五角大廈表示 今年23歲的金恩2021年入伍 原本應該遣返美國接受紀律處分 押送過程趁機逃跑 並以平民身份報名參加板門店觀光團 18日在魏京授權下跨越軍事分界線 觀察人士表示 兩國緊張局勢加劇 金恩不太可能很快歸來 金恩在美國的家人說 他從軍是因為想做更好的自己 家中兄弟有人當警察 有人在海軍服役 越境逃跑並非金恩首度違法 根據美聯社取得的一份判決記錄 去年10月 金恩在首爾因襲擊他人 損毀警車被定罪 另外還涉嫌在一家夜店打人 不過被害人之後撤回告訴 公視新聞黃越林編譯 北半球進入夏季後 各國熱浪不斷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就表示 北半球的熱浪 將在本週加劇 夜晚的溫度也會急速上升 造成心臟疾病 和死亡風險增加 美國的亞利桑那州 鳳凰城也創下當地 四十七點二度的高溫 紀錄 連續十九天 高溫超過四十三度 建築陰影下不少民眾排排坐在一起 還有人用手撐著頭 看起來快要中暑的樣子 北半球各國受到熱浪影響 連日創下高溫紀錄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 WMO18號表示 北半球的熱浪將會在本週加劇 夜晚的溫度也會急速上升 WMO世界氣象組織的 資深極端高溫顧問 男人認為 夜晚持續的高溫 會讓身體無法從持續高溫的天氣中恢復 將可能導致爆發心臟疾病 或是死亡的案例增加 對於人體的健康非常危險 美國NOAA國際海洋 暨大氣總署統計 過去七天 美國各地氣象站 觀測到的溫度 總共打破了八百六十多項高溫紀錄 其中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 18號創下了高溫紀錄 達到四十七點二度 這也是當地連續十九天 氣溫超過四十三度 夜晚的溫度 更是連續九天 都在三十二度以上 除了歐美 日本也對西部到東部 一月三十二個縣發布了高溫重暑警報 並且教導重暑急救的方法 就是讓人體快速降溫 氣中全身泡在攝氏兩度的冰水下降溫速度最快 短短一分鐘能夠降溫零點三五度 比起在樹蔭下吹電閃或是冰塊放在葉下的降溫方式還快 而無法泡冰水時 也能夠將毛巾泡在冰水中 在布擰桿下 直接覆蓋身體降溫 各位新聞 陳頌宜 美國加州的海灘 最近發現了幾百隻海獅跟海豚中毒死亡 原因可能跟人類使用化學肥料 間接污染了他們的食物有關 獲救的海獅看起來病奄奄 凍保人員為他們撒水消暑 他們才稍微恢復生氣 但有些仍必須打針或打點滴加以治療 加州海岸近來傳出多起海獅攻擊人類的事件 甚至有好幾百隻城市沙灘上 這些異常現象 卻是因為他們種了軟骨藻酸 這種神經毒素的毒所致 動馬人員表示海洋中的軟骨藻酸來自海藻 今年加州沿岸藻華現象特別嚴重 還失吃了以海藻為食的小魚 體內累積過量的軟骨藻酸 才會出現昏塵 嘔吐 失去方向等中毒症狀 最後甚至因為腦部損傷而死亡 凍保人員認為造成海藻優氧化的原因 除了海水升溫之外 人類使用的化學肥料隨著雨水沖刷到海洋 恐怕也是間接危害海洋生物的元凶之一 鏡頭轉到佛州 毛茸茸的獅子兔 在馬路邊活蹦亂跳 模樣可愛極了 老德代保 這個社區有位居民 兩年前搬走時 留下了兔子 結果這些兔子持續繁衍後代 數量已經增加到60到100隻左右 部分居民抱怨 兔子在地上鑽洞 亂咬電線 隨地大小便 甚至影響交通 而當地環境也不適合兔子野放生存 當地議會一度決定要撲殺兔子 但後來經居民積極爭取 同意透過募款進行安置 公視新聞在惠敏別議 英國去年的通膨率創下15年新高 近半年 英格蘭銀行多次升息 對抗通膨 卻導致房租的價格 和房貸利率越來越高 有許多的家庭 明年開始得每個月的房貸 得多繳約臺幣兩萬元 皺緊眉頭翻看文件 六十一歲的英國民眾詹姆斯 礙於健康問題無法工作 面對當地房租 活食費和能源費居高不下 政府救助金 已不足以應付生活開支 他只能向慈善機構尋求協助 許多英國人則深陷房貸壓力 薪水有五分之一拿去繳房貸 過去數個月英鎊匯率極度上漲 但通膨居高不下 預期英國央行會繼續採取緊縮政策 導致民眾房貸負擔加重 由於英國貸款大多採取二到五年期固定利率 目前估計將有兩百五十萬貸款戶 會在明年面臨到期再融資 屆時恐怕有近半家庭 每月還款金額會提高五百英鎊 折合約兩萬台幣 南班球澳洲同樣面臨生活支出高漲 如今冬季期間 有些住在偏遠地區或經濟困難的人 難以取得保暖衣物 近來就出現行動衣櫃 為民眾截然美之極 行動衣櫃向不同知名品牌取得贊助 提供有需求的民眾 免費取得全新的庫存衣物 同時避免賣不出去的衣服被丟棄 大大減少浪費行為 公視新聞兩顏編譯 今天回到國內 超委董事長蘇之鋒本週訪臺 他昨天是參加了公司舉辦的創新日活動 目前是短暫回答記者問題 他表示這趟訪臺之旅 整趟的感覺都很好 蘇之鋒在昨天下午參加超委創新日活動 會後接受媒體訪問 還說人工智慧是還在早期發展階段 未來五到十年將有快速發展的光景 他在和臺灣超委團隊開會時獲得了一包印有 他頭像的超大綠色乖乖 相當吸睛 蘇之鋒來臺的唯一公開行程是 今天下午出席 陽明交大的名譽博士頒獸典禮 之後就會啟程飛往日本結束快閃行程 美國參議院十八號一致同意通過美臺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實施法案 接下來將會遞交總統拜登簽署後生效 行政院長陳建仁表示 在協定生效後將奠定臺美未來洽談完整貿易協定的基礎 另外針對前美國總統川普批評臺灣搶走美國半導體業的工作 經濟部長王美華回應臺灣跟美國是最重要夥伴關係 不是對立關係 美國參議院十八號繼六月眾議院之後 也一致同意通過美臺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實施法案 法案正式送出國會後將遞交美國總統拜登簽署後生效 行政院長陳建仁表示 本協定生效後臺美經貿往來將具有法律拘束力 也奠定了未來洽談完整貿易協定的基礎 臺美貿易首批協定包括關稅行政及貿易 便捷化 良好法治作業 服務業國內規章 反貪腐 中小企業等五項議題 但是在野黨立委批評 報告中未見具體效益和損失評估 也沒有關鍵的關稅優惠 臺美是否朝FTA更進一步 還有待商榷 而臺美另一焦點就是前美國總統川普日前批評 臺灣搶走美國半導體業的工作 經濟部長王美花對此回應 半導體產業的繁榮和進步是靠多國長年的合作關係 而臺美一直是彼此的重要夥伴 半導體是一個非常複雜多元的一個供應鏈的關係 那事實上不同的國家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美國在先進的IC設計 甚至設備都佔有全球這個最重要的地位 我想我們是美國的夥伴 不是一個對立的關係 王美花強調臺灣半導體產業的客戶主要都是來自美國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非常歡迎台積電赴美設廠 雙方密切合作下才能促成如今半導體業的榮景 記者韓英吳家保台北綜合報導 國會近期公告深層室AI參考指引草案 包含禁止用深層室AI書寫機密文書等 不得向深層室AI提供公務機密 各機關使用深層室AI執行業務時 應該適當揭露 這項指引將先作為工部門的準則 深層室AI上線後迅速竄紅 成為全球熱門話題 面對深層室AI可能產生的衝擊 歐盟已經積極推動AI人工智慧法草案 台灣也將跟上歐盟腳步 預計九月推出AI基本法 國科會也在十八號 搶先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 發布公部門使用參考指引草案 國科會援領行政院及所屬機關 使用深層室AI參考指引草案 在保持指引公務的機密性及專業性下 促使各機關秉持負責任及可信賴的態度 產生的這些東西 可能會讓民眾有一些的誤解 他就會要去定義一些相關的行為準則 讓公家機關的人員在使用深層室AI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規範去注意到這一些的事情 國科會公告的草案 重點包括禁止用深層室AI 書寫機密文件 公務員不得向深層室AI提供公務機密 各機關使用深層室AI執行業務時 應該適當揭露 使用上應遵循資通安全 公營事業公立學校等都可以參考此指引 希望各界就草案內容提供建議 像是金農業就高度重視客戶的隱私以及交易情況 業者認為這份指引也可以作為私人企業的規範參考 而國科會希望在二十八號前各界人提供意見 會診後也將作為研擬AI基本法的參考 明定AI的倫理規範等重要部分 記者陳阿欣 陳昌偉 台北報導 教育部長潘文中在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指出 未來公佑的平日課後與寒暑假延長照顧 打算以訂額方式 不論參加人數多寡 讓家長都繳一樣的費用 出估十億經費將和行政院爭取最快明年二月上路 消費較便宜 教學品質較佳 不少家長把孩子送到公佑就讀 不過公佑平日課後與寒暑假的照顧費用都要另外算 台南市教育局長鄭馨偉說 這兩年台南的公佑招生出現餘額 我們公佑以前是很優勢 可是從前兩年 那麼當非營利跟準公佑大量增加的時候 那開始開始的改變 非營利和準公佑的課後流源到六點 台南市今年起自酬經費 補助公佑辦理延長照顧 每小時最多五十元 兩小時一百 弱勢家庭不用錢 但寒暑假一小時五十一天也要四百 一個月八千八到一萬一負擔不小 台南市教育局在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提案 見請中央將寒暑假納入育兒津貼 發放範圍或比照非營利幼兒園 每月延長照顧費至多兩千 教育部長潘文中回應 以規劃公佑延長照顧服務支持措施 尼采定額收費 目前公佑約十三萬名幼兒出估十億元 經費將向行政院爭取 希望一百一十三年度開辦 比如一個小時在家長的負擔 大概就是到一個額度 那其餘的所需要的這些相關的費用 那就是我們來做補貼 教育部指出目前全國有八縣市推動 公佑課後留言且採定額收費 將會整推行經驗 並由教育部編經費給地方 視地方財力共同分擔 今天小微沈志明 新北市報導 桃園的街頭又出現動物有遊蕩動物 遊民眾士通報位在龍潭的修車場 出現了一隻獨臂的猕猴 桃園市動保處獸醫順利抓到猴子後 為了確保運送過程穩定 就替牠施打了1CC的鎮定劑 沒有想到相隔四個小時 發現猕猴已經死亡 死因帶檢驗離情 一隻猕猴就坐在修車場吊架上 左看右看悠閒抓癢 只有一隻手背的牠 仍移動自如 撿起店家放的餅乾大塊朵移 就算人類在旁邊 牠也照吃不悟 獨臂猕猴一下子又爬到修車場地面上走動 修車場通報桃園市農業局動保處獸醫 大約在上午十點半抵達 不過猕猴已經到了另一處民宅 半小時後順利捕捉 為了確保運送順利 獸醫為牠施打1CC鎮定劑 送回動保處進行減傷時 生命真相正常 沒想到移到安置處再查看 猕猴已經死亡 授業評估無法排除 獨臂猕猴自身生理狀態導致死亡 今年三月桃園市農業局捕捉 遊蕩東飛飛飛飛時過程未由 獸醫主導捕捉後未減傷導致死亡引發巨大批評聲浪 此次農業局強調有依照野生動物保育處置流程 施打鎮定劑的劑量由獸醫專家認可在可容許範圍 猕猴屍體將送到臺大獸醫系檢查 釐清死因 記者 詹淑雲 林靜梅王德欣 桃園台北報導 二零二零年 臺東長濱沙灘上發現一頭死亡的擱淺藍金 是臺灣首度記錄藍金的出現 不過在藍金遺體解剖 和製作骨骼標本的過程中 專家發現這頭不到兩歲的小藍金 生前可能被魚鋸的繩索纏要住頭部 長達五到六個月 導致他顱骨被勒出超過十公分深的勾痕 嘴巴也因為被勒住 無法張嘴進食而活活餓死 巨大顱骨上一到十幾公分深的勾痕 代表著人類家住在他身上的悲劇 二零二零年一月底 臺中長濱沉滋浦海灘 有民眾發現一頭死亡的藍金擱淺沙灘 是臺灣有紀錄以來首次有藍金擱淺 但死因卻令人悲傷 我們從有限的皮膚上去分析一些 這個化學物質 就是他的這個壓力荷爾蒙 可以顯示他死之前 可能有一段時間 那個壓力荷爾蒙素質很高 可能就是他的狀況非常不好 不到兩歲的小藍金生前 被四到五公分粗的魚鋸繩索 纏繞住頭部 無法張嘴進食而活活餓死 專家推斷他被繩索勒住 時間可能長達五六個月 因藍金生長速度快 長期下來導致骨頭被勒出深深的勾痕 我只看到一個魚眼睛 我記得 對 幾乎就是飢餓的狀態 所以大概是很可憐很心疼 藍金標本預計十二月 終於海生館完成吊掛展示 事實上金屯海龜死於魚鋸 纏繞時有所聞 據近年丁旗清理海廢的海保署統計 民國一百一十年跟一百一十一年 平均清出一點四萬公噸以上海廢 废魚鋸占約百分之二至三 今年上半年則清了六千多公噸 废魚鋸占了百分之三點三四 看似比例不高卻危害最大 它會對海洋的生態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我想大家就是常常會看到一些報道 包含就是不管是海龜 或者是一些海洋生物 那被我們這個就是 沒有妥善處理好的這個 飛魚網均纏繞 為維護海洋生態漁業署 前年中推出刺網實名制 凡漁船攜帶未標示或標示不清的刺網 或亂遺棄刺網 都將依漁業法罰三至十五萬元 不等罰還 希望能從源頭減少廢魚鋸 危害 記者新北高雄報導 肯亞有一間學校是蓋在沙漠中 專門培訓學生數位科技能力 由於當地有許多地方缺乏硬體設備 沙漠學校成為不少學生的救星 他們期盼藉由參加短期課程 可以學到新的電腦技能 為求職增添助力 在肯亞北部的圖爾卡納 有一棟設計新影 具有紅色外牆的建築物 佇立在一片荒蕪的沙漠中 它其實是一間學校 正在為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 教授數位科技知識 博敦是使用AI軟體或是架設網站 進行影像設計 這些內容都是沙漠學校授課範圍 由於肯亞許多偏遠地區 硬體設備不充足 網路通訊也不穩定 不少人選擇來沙漠中上課 減少缺乏設備的問題 該校自二零二零年設立後 已超過六百八十位學生入學 沙漠學校多數課程 時長約為一年 在第一階段訓練結束後 學生可以針對個別需求 進行特定技能專業培訓 為職涯增填優勢 不過肯亞是受到氣候變遷影響嚴重的國家之一 這間學校又恰好位於沙漠地帶 師生只能仰賴校舍 及學生宿舍的特殊設計 在炎熱天氣下努力學習 公視新聞兩眼編譯 接著我們一起關心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我們一起關心 我們下次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